会答执行长华人勋提前抵达台湾 而下个礼拜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更将由超微执行长苏兹峰打头阵发表专题演说 包括英跳、美超微、高通还有安谋等AI巨拨的CEO 也将史无前例全数来台湾 史上最强的Computex即将登场 也显现台厂供应链在AI世代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 6月登场为期五天的台北电脑展 缔造电脑史上最多CEO参与记录 集合会答执行长黄仁轩 超微执行长苏兹峰 英特尔执行长吉辛格 美超微执行长梁建厚 高通执行长艾谋 艾谋执行长哈斯 全数亲自飞来 巩固与台湾供应链关系 在台同框 创下首件堪称史上最强Computex 过去台湾比较耳熟能想叫光电一条街 就是我们在光电产业 还有在半导体产业 可能大家会比较focus 可是目前看起来台湾已经形成一个 全世界里面AI一条龙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次为什么世界会这么focus在这次的展览 我们在半导体全球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特别是在AI的一个世代 可以看得出来台积电将是仅次于 辉达那么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今年台北电脑展以AI为主轴 生成是AI时代 尚从半导体先进制程 COVAS先进封装 一路到云端算力必要的AI伺服器 终端AI落地的AIPC 台湾掌握关键零件到系统组装 形成AI一条龙 台厂供应链在AI世代下 更大幅地位窜升 这次的展览里面 我们除了大家比较可能 耳熟能详就AIPC跟AI smartphone以外 我们觉得在AI robot跟AIEV这块 会是我们在AI应用里面探讨的 主要一个重点 从过去的Hopper到现在的Blackware 这部分的应用 可能是大家市场上比较专注的 那这块的应用可能就会 跟国内厂商比较大的关系 从上游的AIE设计到方局厂 一直到记忆体 一直到零组件 零组件可能就是散热系统 回答执行长黄仁轩 超维执行长苏兹峰 和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 都将先后拜访台积电 也都另行与伺服器 COVAS供应链高层会面参序 其中基辛格罕见来台 参加Computex也备受瞩目 台积电在全球晶元代工的市占率的版图 持续的都在占纹6成以上的一个市占率 那反观英特尔 持续都还是在全球晶元代工排名10名以外 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目前的AI的一个世代下 也看得出来 它持续的让整个一个订单 更为集中到台积电的身上 那所以在英特尔的部分 那么要追赶这个台积电 目前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在整个的一个差距 是持续正在不断的一个扩大当中 英特尔全力加速晶元代工制程 却持续扩大对台积电下单规模 凸显AI浪潮下 在先进制程追赶台积电更困难 今年以来英特尔股价重挫36% 市值涉不到台积电的15% AI的地球村好了 那它的村长就是NVIDIA 然后国内村长就是台积电 那假如村长它在长的过程里面 出现长不动的情况的时候 可是你就要小心 随着这个股价上涨过程里面 跟随着下礼拜即将到来的 这个Computex展的过程里面 股价反而是有出现一个修正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说它基本上 可能大家要等待 它的这个展览之内的 这部分的一些亮点 专家认为AI热潮不会泡沫化 但涨多可能面临修正压力 可观察辉达和台积电走势为指标 史上最强Computex将登场 到底有哪些新亮点 谁才是最纯AI供应链 都让投资人拭目以待 记者黄新如 谢龙正台北采访报道